軍人酒駕在天一狀 18日凌晨1點多 花蓮景奔局線上巡述嚴景 在國連二路發現一台自小客車 行機可疑決定攔查 一查之下發現是酒後駕車 而且29歲的翁姓駕駛 他還是花房不羈不已的現役軍人 雖然一開始他否認喝酒 不過最終還是被驗出酒冊值超標 遭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18日凌晨1點左右 一輛黑色自小客車 從國連三路右轉至國連二路 行駛途中還忽快忽慢 一度壓上雙黃線行機可疑 花蓮景奔局線上巡邏遠近 立馬鳴笛市警停車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經遠景盤查後 29歲的翁姓駕駛 雖然一開始否認有飲酒 但最終還是被驗出酒冊值 達0.33明顯超標 好0.33 老先生告知你權益 你好 你好 一米涉嫌人公共危險罪 我們是家人逮捕 在18日凌晨1時30分許 我們巡邏同仁在花蓮市國連三路 發現一台車車速過快 所以將其燃停 經盤查發現駕駛人身上有酒氣 經酒冊值超過0.25 全案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那本分局也呼籲 中秋連假期間 分局將會針對酒後駕車 來加強執法 呼籲各位民眾 務必酒後不要駕車 29歲的翁姓駕駛是 花防部機部營的現役軍人 也讓軍方醜態再添益莊 而在警方上靠帶回正辦後 全案依照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記者 許立芹 華聯市報導